上一次與大家分享每個月8%的NEOXA直壓挖礦 對於有一些小資族來說想嘗試 但是就是節點直壓的費用有點高 而代幣也比較不好買 這一次我們與你分享另一個節點直壓挖礦的方式 歡迎來到庫克實驗室 今天要與你分享Stringler代幣的直壓挖礦 門檻相對低的很多 而且也不難設置 最重要的是它的代幣在币安上面就有了 再加上其實也蠻多大項目有參與其中 對於想要埋伏的人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廢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走! Dreamler代幣就是Data 目前市值落在500多名左右 主要是在做P2P的去中心化資料傳輸 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以前的像是Bectorrent之類的程式 就像是每個人都是自己獨立的節點 可以點對點的傳輸資料和儲存資料 那這也算是老牌的項目在2017年就開始了 也會在今年完成所有的流通代幣 那基本上就是你提供節點的流量來換取代幣 但是在你要製作節點之前 你必須要先去準備一些事情才能開始挖取 每個節點最多可以直壓2萬顆代幣 而且節點都不會鎖倉 隨時都可以去體理賣掉 那如果不知道代幣哪裡購買的話 可以透過影片下方的連結在帝安上購買即可 那沒有註冊的人也可以趁這時候註冊一下 手續費永久打8折 那麼大家就按自己想投入的金額開始 看著購買即可 因為它的收益是按照年化給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放10顆和放2萬顆 它的收益都是按照百分比來去計算 就算是目前買了2萬顆也大約在450美金左右 那至於一個IP可以直壓最多5個地址 也就是說你要全買滿的話也只能買10萬顆 所以買好的話就可以提款到你的Metamask錢包 再來就是需要把Data代幣轉到Polygon鏈上 當然別忘了要轉一些Polygon過去 如果打算建立5個節點的人 可以一次性的把Metit代幣和Data代幣轉到同一個錢包 然後在錢包中進行分發即可 那這樣會比較便宜 畢竟交易所轉出的費用一定會比單次在Polygon的消耗還多 那我們就趕快進畫面教你如何從買代幣開始 然後轉到錢包吧 首先我要先強調一下在短期的這種代幣風險其實蠻高的 你可以看到在流動性不足的狀況下 它走勢15分鐘線可以走成這個鬼一樣 但是呢 它如果把它拉到日線圖的話 你可以看到雖然它有不同的差距 它還是會有可以排成一個趨勢的 好反正呢我會建議大家如果要購入的話 就會直接在币安去買入 那我們就找Data然後USDT 然後我們就按買入 然後在這邊呢選擇看你是要市價或者是限價 那我們就買入2萬顆 那當你買入2萬顆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點選現貨 然後我們就選擇提現 透過加密網路傳輸 在這邊我們就可以選擇貼上我們的地址 好我們就貼上地址 然後最主要的是主網的這邊 我們要選擇就是polygon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提現到錢包 那這次的架設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 而且VPS完全不用做特別的設定 也不會像之前的neoxa需要去改一些收款地址等等 你只需要透過影片下方的連結到VPS網站上去選擇一個地址 一個月2美金或者是5個地址一個月8美金 那也就是說打8折的概念 簡單到我馬上進畫面帶你操作一下交易所轉帳到錢包 最後要如何架設節點 好你到polygon鏈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Data的這個代幣已經轉到你 你的帳號內 那如果不知道這個Data代幣的合約地址的話 我影片下方也會附上 那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點選影片下方的連結 到達我們的這個NodeOrbit 然後呢我們直接往下拉 我們會看到這個Streamer 那它分成兩種 一種就是一個月2塊美金 還有就是5個 正常要10塊美金就變打折 那如果你是有5個的話 你就變成說你會有5個不同的地址 那要增加地址的話也很簡單 我們就按這個往下 然後按這個Add Account 就增加不同的帳號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資金打到不同的帳號裡面去 那我們今天示範就是一個 非常簡單 我們就只需要去把我們的錢包的這個地址 像這個地址 複製起來 然後貼上 下一步就是付款 就是24美金 好就是付款 基本上你就是把一年的費用給付清了 那付清好之後呢 基本上這樣子就好了 因為它後續的這個架設節點 VPS需要做任何設定的這個部分 這個服務商已經都幫你做好了 那我們購買完之後呢 我們就需要等一下 可能要一下子 大概過一兩分鐘之後 你只要重整頁面 你就會看到這邊會顯示Running 這就代表它正在運行中 那接下來 等一下我教大家怎麼去看收益 再來我們就是要檢查一下我們的收益 影片下方我會放上連結 基本上就是去那個區塊鏈瀏覽器 把錢包地址貼進去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可以去看一下這個Network 這裡面有一個這個Explorer 在他們的官網上點進來這個項目之後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有多少個節點在線上 然後目前的年化收益大約是多少 就會在這邊顯示 那當然人越多加進來 就是這個就會越來越低 那當你節點上線了之後呢 你要怎麼去查自己的收益 其實很簡單 你就只要到我們剛剛買VPS的網站上 這裡就會有一個你的錢包地址 然後點它一下 然後這邊你就會看到說 我們上一個11分鐘前就會有一個新的收益 那目前這個地址是值壓了2萬顆 然後現在目前收到的是10.46顆 那就會在這邊顯示 那通常呢這個會大約在你上線的時候 大約一天左右才會出現 所以別著急它會出現的 只要你回來看到這邊顯示是Running即可 最後因為強調一次你是買VPS 所以電腦不需要開著浪費電 也就是說可以關掉等著領收益啦 在這邊我與大家分享 怎麼去執行這個節點挖礦 並不是要大家跟著去學 每個人承受能力不一樣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項目的未來性可以看的話 再加上財力可以的話再去嘗試 因為這個項目只會在後續 越來越多人加入的時候產生的API更低 以目前的拍攝時的收益大約在27%的年化 但你也可以想著代幣的價格浮動很大 你可能因為這個27%看似不多 但原本的代幣價格翻倍了 又或者是賺的27% 卻代幣價格腰斬了 所以請自行斟酌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說做更多的收集資料 當然這一次的節點架設也相當的容易 而且門檻也很低 也適合想要嘗試建立第一個自己 POS挖礦節點的人來玩玩 最後我想問一下大家覺得這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牛市的基礎建設工程的敘事嗎 還是這個項目你也會覺得它會持歸零高了 那快在影片下方跟我們分享一下看法 最後如果有從這次的實驗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請別連設給我們個讚 並且幫我們與身邊的好朋友分享 那還沒有訂閱酷克實驗室的人也可以趕快訂閱起來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 那對啦要知道第一手最新消息也別忘了追蹤酷克實驗室的Twitter 還有最近每一週都會在Discord上會辦語音互動活動 隨機都會有抽獎 主題也多樣豐富 那有時候會有房地產或者是一些投資的資訊 當然還有新手教學課程 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然後進入Discord後別忘了記得去新人審查大廳那邊提交資料給我們人工審核 才能夠看到群組的全貌喔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掰掰 我來看看